本期分享在2025年中如何零撸Gmail账号 零撸谷歌云300美金 以及如何实现谷歌云的无限序碑 从此实现Gmail邮箱自由 VPS自由 三强节点自由的梦想 Money Mone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站项目和网站项目相关技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帮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 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免责声明 我分享的只是网站的技术实现方式 任何使用该方案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 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 接下来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的网络环境 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Gmail的注册和谷歌云的注册 那我们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我们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当前我的伪装度是百分之百 那也有很多会员和粉丝们经常问我 我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我大概提两个思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思路是我们通常都忽略的第一个重点是DNS的这个分流 很多人以为自己翻墙过去以后 但事实上你已经请求了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应该请求的DNS服务器 那自然而然你就造成了这个DNS的这个泄露 那这一块大家需要去注意 第二个来说就是 大家需要去注意IP的分流 当我们请求到了这个DNS的域名解析回来的这个IP以后 我们的不管是路由器也好 或者是你的客户端你都要有一个策略 针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IP 那我们应该去走默认的这样的路由方式 那针对于非中国大陆的IP 我们应该走节点或者是VPN的这种方式来请求 那这一块大家的分流策略都要去注意 总结一下就两条 一条是IP的分流 第二条是DNS解析的分流 只要大家把这两条做好了 这个网络环境自然而然也就干净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注册Gmail的账号 那我们点击登录 然后点击创建CREATE ACCOUNT 然后点击For my personal use 就是个人用途 然后这里我们取一个名字 然后熟悉我的粉丝们或者会员朋友们都知道 我喜欢用John Stanley这个名称 然后我们点击Next 然后我们就随便输入个日子吧 今天是3月5号 甚至随便选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性别 Mail 点击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去输入我们的邮箱 我们以John Stanley2025-0305作为我们邮箱名称 然后点击下一步Next 然后这里我们输入一下密码 好 如果你的网络环境特别干净的话 这个时候你将不会有这种手机验证 而直接跳到设置这个恢复邮箱里面 我们看看我的网络环境 大家看到没有 我就直接跳到了这个我的这个恢复邮箱的设置里面 然后我们这里你可以选择写也可以选择不写 我们这里直接选择Scape 忽略掉 然后我们点击Next 然后我们点击同意 好 大家有看到在我的右上角 屏幕的右上角 事实上这个邮箱就已经注册好了 谷歌账号就已经创建好了 这就是整个过程 但这里总结一下 你的网络环境必须要干净 然后下一步我们去注册一下谷歌云 那我们输入cloud.google.com 然后这个时候它已经识别到了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start3 好 这个时候显示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选择一个国家 我们选择美国 然后点击同意 然后点击Agree and continue 然后点击Agree and continue 这时候我们再点击一下start3 我们点击 下面的选择我们的美国 United States 然后点击同意 Agreed and Continue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需要输入我们的账单地址 我们点击 我重新来一次 我们点击这个Payment Profile 然后在这个Profile Type里面 我们去选择个人 然后大家注意了 这个法定名称 就是各位要输入 你们信用卡的真实名称 地址稍后我们可以用 我们的美国虚拟身份及地址的 那个工具 这里我会打码 然后我们输入地址的时候 我们到我们自己的官网上去 把鼠标停在免费资源这个地方 然后选择虚拟身份及地址 这个时候这个地址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那我们点击复制 先把街道烤费过去 然后我们再点击城市 再把城市烤费过来 然后我们再复制这个周 这个周待会我们要选择叫做Montana 然后我们把邮政编码 然后我们把邮政编码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把邮政编码复制过来 然后把邮政编码复制过来 和地址的API有变化 所以我有更新过一把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申请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点击 添加一个支付方法 我们点击 然后再点击 添加一个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 点击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我要输入我的一个信用卡的一个信息 当然我也会打满的 然后我要输入我的 信用卡的截止的这个日期 以及我们的安全安全码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卡片 Save Card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现在我们开始点击Start Free 当跳到这个界面的时候 代表我们这个谷歌云的300美金 已经录到手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请描述一下你的组织是怎么样的 我们选择就是初创企业 然后第二个是说 谷歌云会给你带来什么 你就说学习或者是探索 然后探索什么呢 你就说是网站 这个可以随便勾选的 然后最后他会问你 你在这个项目或者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通常会选择一个工程师或者开发者 然后点击到 这个时候这个谷歌云的300美金 我们就算是老规矩 我们先把这个账单的名称给改掉 点击到 manage billing account 然后这里有一个rename billing account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今天是2025年的3月5号 我们在输入完毕以后 点击这个rename 好 这个时候整个谷歌云我们的账号就做完了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添加你的 把你这个300美金付给任何一个谷歌云的账号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无限序碑 我简单讲演示一下 我们之前有一个叫做 John Stanley 2024-0829的这个账号 然后我们在这个下面选择你的一个角色 你只要点击这个选择这个billing account administrator 也就是说是账单的管理员 然后再点击save 好 这个时候事实上这个账号 5分钟以后 你再用这个0829的这个账号 登陆到谷歌云里面 你就能看到当前的这个2025-03-05这个钱包 已经在你的名下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钱包来支付你的谷歌云的其他服务 这也就是无限序碑的一个一个操作 那这样子我整个操作也就结束了 稍后我们对整个从零路这个Gmail账号 到零路这个谷歌云300美金 我们做一次总结 我们总结一下零路Gmail和谷歌云的300美金的注意事项 我们先讲一讲零路Gmail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哪几条 第一条是说 我们需要去准备一个比较干净的IP或者节点 这里面怎么去做检测呢 我们用whoer.net进行测试 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伪装度的这样的节点 才有可能实现免手机验证 并不是说所有百分之百的就一定会 这个里面也存在概率 只是它的概率会高很多 第三个最后一个是说 不论是机房IP还是住宅IP 其实都可以免密或者是免手机验证的 因为我的现在的这个节点 它就是甲骨文云的这个机房IP 所以这三点是我自己总结的 当然你不能录的太多啊 就是一天之内或者短时间以内录的频率特别高 也容易使得你这个节点被封号 或者是封你的IP 好下一个我们来讲一讲 GCP也就是谷歌云的注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两点 第一点是信用卡 很多小伙伴们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手上的卡 到底是否具备国际支付能力 那如果不确定的话 建议你们打电话给你们现在的发卡银行 然后问一问是不是具备国际支付功能 因为我们国内大部分所有的这个银行 应该都支持国际支付的卡都有的 只是我们普通人申请的更多的是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的Visa或者Master卡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确认好 第二点是美国的虚拟身份级地址 也是同样的是卡在这个邮编上面 我上个礼拜有更新过我们官网上面的美国虚拟身份级地址这个工具 所以大家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这个工具来作为这个账单的一个地址 包括邮政编码 这个我刚才已经演示了是没有问题的 那地址就是moneymoneyhome.live这样的一个网站 大家自己去找就可以了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 就请你关注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集见 拜拜